欢迎收看Bella的全间课新闻 延宕多时的再生医疗法于6月4号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在经过长达两周的国会改革争议后 立法院仅用两个小时就通过再生医疗双法 那它为什么能获得蓝、绿、白阵营的一致共识呢? 因为再生医疗双法能用在癌症治疗或重建人体组织上 法案通过后全台500万名的癌症患者或糖尿病病友能因此受惠 预期能带动生技产业的蓬勃发展 同时也能点燃生技股的新一波攻势 到底再生医疗法的三读通过 会让生技业成为台湾下个兆元产业 甚至成为新一代护国神山吗?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以上资讯仅供参考,我是Bella 课新闻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, bye bye!